大家好 这个可以交流的题材太广泛了 很多话题都没聊完 前一段有人 不是有人 我自己聊了聊这个蔡霞教授的好朋友 黑子王继玉 聊了两三段没聊完 然后呢 聊聊文革中 胡同的孩子和大院孩子的矛盾的一个焦点 小混蛋 周长丽的事 聊了两三段没聊完 然后这两天又聊这个沈荣 李普两口子 在这个月潭北街高干楼上的一些 是是非非呀 恩恩怨怨呀 是吧 这些纠缠的事 然后 很多话题都没聊完啊 那么昨天吧 我又聊的这个谁 陈丽夫二臣 陈果夫陈丽夫 是陈丽夫的儿媳妇 叫林颖增 他的回忆录 我们接着聊好吧 这个话头太多了 昨天呢 又聊了聊这个东城区建国门内 这个朝阳门南 建国门西 这个东总部胡同 北总部胡同 这一块的事 然后有一哥们说 快聊到我们家门口了 您甭着急 我一个一个聊 都能聊 都能聊到了 这一段叫政治巅峰 政治巅峰 最近色戒的热影 色戒一部电影 梁朝伟 汤伟 表现的是汉奸 有人说是抗战 厨奸 军统 什么丁墨村 李世群 然后张爱玲 是吧 胡兰城 跟这些人都有关系 最近呢 色戒的热影 中统那段历史 又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这里边也有公公 和丁墨村的一段故事 公公就是指的 他的公公 就是这个陈丽夫 1927年公公奉命 奉蒋介石的命 成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 调查科 下面有三个组 第一组组长徐恩曾 第二组组长戴立 第三组的组长为丁墨村 后来一组二组 分别发展壮大成 中统局和军统局 明白了 就是你看他这儿媳妇吧 对他公公的评价 非常高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陈丽夫 不仅仅是搞了中统 然后军统 中统和汪精卫 所谓伪政权的特工部门 也叫74号 吉斯菲尔路74号 这三大情报部门 都是他公公 一手创办的 丁墨村的三组 后来被撤销 一组二组 变成中统局和军统局 然后丁墨村 郊游甚广 他朋友多 门路广 和周佛海很熟 周佛海就是汪精卫政权的二号人物 三号应该是陈公伯 然后最终 他被拉进了汪精卫的伪政权 成立了76号 特工总部 倒过来 反过来 对付军统和中统 他也杀了不少 还诱降了不少 有些中统军统的投降他们 他们原来都是一拨人 都是熟人 都是情报圈子的人 代曆的不少人就被他害了 所以军统的人特别恨他 但丁墨村跟了汪精卫数年之后 很快发现汪精卫也坚持不住了 那肯定的 汪精卫是日本人的傀儡 日本人快不灵了 汪精卫能行吗 对吧 他托关系 找到我公公 找到陈立夫 公公说你回来可以 但要将功折罪 他列了三件事 坦白的说 都是为了避免新四军扩大地盘 让丁墨村帮助完成 丁墨村 当时在汪精卫政府里 任浙江省主席 这是他明面上的职务 实际上他还是大特务头子 但是后来 这个在76号里边 丁墨村和李世群 两个人还翻脸了 两大特务头子翻脸了 这个能量很大 也完成了任务 其实他也算是被我公公 被陈立夫策反了 又回归重庆中央了 公公兑现诺言 答应保他的命 这段时间 如果丁墨村沉寂的话 就是别那么得瑟 他完全可以保住命 但后来他保外就医 但是不甘寂寞 有一天游山玩水 被中央社记者认出来了 是吧 写了篇文章 叫做丁墨村 逍遥玄武湖 又在南京的玄武湖 溜弯 吃喝玩乐 这还行 其实他要聪明 他应该去一个偏僻的地儿 但是我估计他也是被软禁 也不让他离开南京 是吧 结果被蒋介石看到了 这让他颜面过不去 他很生气的说 丁墨村应该枪毙 我公共写了封信给丁墨村 大意是 这次你触犯的实在太大了 我没法帮到你了 反正他们的势力也都垮台了 是吧 汪精卫这一派彻底完蛋了 随着日本人的投降 是吧 是你自己不好 对吧 本来我给你这人情 是吧 他就是 你不能连本带息的都要这人情 是吧 你欠谁的人情 是吧 或者别人欠你的 这个其实存在银行都有时间的 是吧 时间太长了 也就过期了 过期也就作废了 人在人情在 人走 茶就凉 丁墨村呢 在被处决前 也写了封信给公公 你想抗战以后 这些人是汉奸呀 对吧 那么国民政府也面临很大压力 很多汉奸他们没处理 为什么没处理呢 因为还有一个真正的心腹大患 叫共产党 对吧 说我很感谢你 但是我也知道你很帮我的忙 怪我自己不当心 都怪我自己 筑成了大错 公共在世的时候和我们聊天时 偶尔会说 人呀 要守本分 我过去有一个姓丁的手下 我们那时候就当故事听 也不知道这姓丁的是谁 最近这部电影出来 我才知道原来就是丁墨村 公公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政治事件 他随口说出一个故事 往往就是一段历史 他晚年写了本 成败之箭 成败之箭 也对很多历史事件有所提及 很多正史或野史 往往花大量的笔墨 记述陈立夫与中统的故事 但他在抗战期间 做过七年教育部部长的经历 似乎并不像那段历史 为外界所熟知 抗战爆发不久 公公就被任命为教育部的部长 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他任部长后的首要工作 便是主持了大学的内签 好吧 好吧 我们先不聊这个大学内签的事 我们看看这个丁墨村 丁墨村 这是大特务头子 我们看看丁墨村 据说这个 色界里边那个良朝伟严的 可能人物原型就是丁墨村 丁墨村 1901至1947年7月5日 原名叫丁乐生 丁勒住的勒 丁勒生吧 湖南长德人 今天的武林区 曾任汪精卫政权的社会部部长 社会部 共产党也有社会部 中央社会部 中央调查部 就是情报机构 浙江省主席 1947年5月7日 于苏州狮子口 老虎口 狮子口监狱 刑场被国民政府处决 1920年 就读于长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并加入学生会 1921年 丁于上海受师存统的影响 师 师阳大力师的师 存放的存 统一的统 师存统的赏识 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是汪精卫政权